影片開始前 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 影片開始 Let's go 好 那我今天的這個主題是什麼呢 我今天的主題是 IPAC IPAC決議啊 聯合國 這個 大會的2758號決議文 不涉及台灣的政治地位 沒有決定台灣的政治地位 所以我就說 恭喜台灣又獨立 又更獨立了 恭喜台灣又更獨立了 好 來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 IPAC的決議到底是什麼 什麼網高啊 什麼隆東來看一下 好 IPAC決議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文 不決定台灣的政治地位啊 好 那 這個IPAC叫做什麼 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然後他自己發表這個 談話啊 然後就 通過決議 來 認定 聯合國的決議 不決定台灣地位 這個 很好玩啊 好 好來 我們來看 IPAC 對 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登場 那 賴清德 總統受邀以 台灣的全球願景 為題 發表談話啊 那IPAC成員在賴總統發表談話後 舉手通過 聯合國這個2758號決議文的 典範決議啊 他做出4點認定包括2758號決議文沒有提及台灣 然後也沒有決定台灣的政治地位 也沒有決定台灣的政治地位更不建立中國大陸 啊 有對台的主權 同時他也沒有提及台灣在聯合國的地位以及在台灣在聯合國組織的參與啊 然後 IPAC 開 決議也表示啊對中國曲解2758號決議文來支持一中原則不將台灣在歷史文件上改為台灣中國的一審表達遺憾 啊 所以這個 呃 好 那個 決議並做出4點解釋 包括2758號決議文不構建一中原則作為法國際法律 僅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中國在聯合國代表資格所以不涉及台灣 沒有法律排除台灣可以參與國際組織 2758號決議文不影響 其他國家與台灣的關係啊 那這個台灣 沒有能夠參加這個國際組織的現狀必須進行補正 所以IPAC就做出這些決議啊 哇 然後大家就嗨了啊嗨翻天了你看IPAC這麼挺台灣啊 啊 你看2758號決議文根本沒有涉及台灣的這個法律定位嘛哈哈 那在這個我開始解 解讀這個IPAC的談話之前我們要先知道IPAC是誰啊 IPAC他何德何能 可以針對聯合國大會的決議來做出他自己的決議來決議聯合國大會的決議 聯合國大會有個決議但沒關係我自己也可以決議聯合國大會的決議 我來詮釋聯合國大會的決議是怎麼樣子啊 所以IPAC 他是 哪位他老幾 他何德何能來IPAC叫做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所以有39個國家以歐盟的議會超過250個跨黨派的國會議員成立了一個國際組織啊 然後2020年就是反送中隔一年有加拿 那有英國的保守黨前黨魁啊 伊恩鄧肯史密斯啊反正就是一個保守保守黨的議員啦發起的啊 然後每個國家有有兩名立場相異的成員領導 就是說國會議員啦 有一個在野黨一個執政黨的國會議員各一名來領導啊 那這個IPAC他這個 希望透過各國啊來 IPAC認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令確保自由和安全的民主制度及人權價值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 希望透過各國合作以維護 基於國際原則下的秩序維護人權啊 反正就自由民主人權啊加強安全和保障國家成 誠信 遏止中國崛起下所產生的各種負面問題 然後呢這個IPAC組織啊 他的資金是由喬治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啊 喬治索羅斯的 索羅斯的基金會是CIA的 這是蔡正元 委員 跟我講的啊 哇原來索羅斯的這個是CIA背景 然後這個我知道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 這個是美國國會背景的啊 台灣民主基金會啊 這就是 民進黨搞的啊 那到現在這個 韓國瑜還沒有能夠順利當這個董事長 或者當董事長但是執行長竟然不讓韓國瑜去任命啊 就是民進黨他之前一直控制的這個 民主基金會 所以我可以認定 就是有美國跟民進黨一起出錢 成立的一個反華團體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他的共同主席就是國會議員 有一個執政黨跟在野黨各國的國會議員 我們來看參與的是哪些國家 我之前有講過了 澳洲比利時 這些先進國家 沒關係我都認了 加拿大 哥倫比亞 克羅埃西亞 克羅埃西亞很先進嗎 沒關係我當你先進 誰叫你在歐洲 好不好你好先進啊 好 都歐洲好先進好先進 突然出現一個甘比亞 甘比亞 甘比亞GDP多少啊我的媽 甘比亞 自由民主人權 你找個甘比亞出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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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媽 中國 中國大陸現在的GDP 人家14億人口 人家現在GDP已經超過一萬 人均喔 人均超過一萬喔 你甘比亞多少有沒有兩千啊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兩千啊 我管你反正你 應該不高啦 兩千一千 你 你跟人家一萬多的去講的民主人權 民主自由人權 你的人民有沒有人權 人民都吃不飽 你講什麼民主自由人權 你先讓人民吃飽 好不好 甘比亞我的媽呀 然後這邊又出來了 印度 印度你講人權 我他媽都醉了 印度你講人權 別 別別搞我們好不好 你這個IPAC 你在搞笑嗎 原來IPAC是一個搞笑團體 是不是 印度講人權 我真的是 暈倒 全世界最不講人權的國家 前幾名應該就印度了吧 你自己在那種姓制度女生隨便被 被強姦然後還 還被逼的要加 嫁給那個強暴犯 很多印度的故事就是這樣啊 我今天才在中天講 之前不是有一個 西班牙的女網紅 跟他老公去印度北部幫 Camping露營 在郊外露營 然後就被 好幾名印度男子 對不對 強壓著 然後把他老公綁起來 然後強暴 那個 印度 強暴那個西班牙女網紅 然後他們去報案 報案的警察還 不太理他們 最後還 還是 因為他們網紅自己拍影片 自己求助 這個世界才爆出來 印度才處理 這個國家 你講人權 耳不耳心 伊拉克都來了 我的天啊 伊拉克都來了 然後全部都 講中國不講自由民主人權 我真的講 你耳不耳心啊 我的天啊 有一句話叫做 積不責死 你IPAC 也真的也太 積不責死了吧 真的是 你要做也做得像個樣子 像意大利啊 日本啊這些就加進去也就算了 你加個甘比亞 加個印度 肯亞也來了 肯亞也來了 肯亞是怎麼樣 他們是很有人權嗎 我管他人不人權 我只 我只在乎 肯亞他收入到底多少 這些國家 他們的 老百姓都沒有錢 吃不飽 然後 生活都有問題 你在那裡講人權 馬拉威 馬拉威也在印度 阿不是 馬拉威也在非洲 對不對 對啊 跟莫山比克旁邊啊 馬拉威 是不是 這些國家 菲律賓 菲律賓也來講人權 真的是受不了 中華民國在這裡啦 中華民國 我們的這個 泛雲跟陳昭之也在裡面 中華民國 跨湖台灣 好棒喔 這個IPAC 我今天才在那個 中天的節目講 這個組織 阿薩布魯的一個組織 隨便 隨便那個中天幾個 幾個員工也可以組一個 柳傑克 自由會 然後我們也挺台灣 加入聯合國 好不好 真是無聊 烏干達也來了 我跟你講 真的你 你這個 組織 你在訴求 自由民主 民主人權 你找這些人參加你這個組織 然後去指責中國 怎麼樣怎麼樣 恶不恶心啊 連做戲都不 不會做嗎 IPAC 你也太機不擇死了吧 你要搞自由民主人權 你拉個印度 拉個 非洲這些 甘比亞這些國家進來 你是 有什麼毛病 我真的覺得 好啦然後呢 就這個 就這個組織 就這個IPAC組織 我看到這個我真的覺得好笑 IPAC組織就這個阿薩布魯的這個組織來決議 他的決議來 來詮釋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的決議 我跟 張三李氏 什麼什麼網五成六 然後我們組一個阿薩布魯團體 我就來決議那個聯合國大會決議 你哪位啊 喔 然後在 另 這個還不說 另外一方面 我組一個 團體叫做什麼 自由民主 什麼什麼聯盟 喔 結果我找個印度 找個甘比亞進來 這不是很搞笑嗎 喔 好啦 喔 這好像這個 你自己組一個團體 就叫什麼F4 對不對 然後每個男的都長的 拐瓜裂長的 就說自己是F4 這是搞笑團體 好 好這個是 台灣的知名的這個媒體的黃 黃偉翰 他非常非常的這個 認可 就是IPAC的這個行為 然後他譴責國民黨 但我跟他的這個意見不一樣了 我說國民黨難得做一件好事 就是沒有去 跟這個IPAC這個莫名其妙阿薩布魯團體去參貨 但是黃偉翰他說 他說 國民黨做出選擇了 然後他說為什麼賴清德總統民調會升高 他的分析是因為反併吞 速攤清明 然後 結果一個IPAC 國民黨直接放空缺席 連民主自由人權與支持台灣參加國際組織都不敢表態 還談什麼反併吞 我想真的是不要 機不擇食好不好 這個IPAC 他是什麼背景 他的成員有哪些 然後他在那裡喊自由民主 人權 真的是耳不耳心啊 真的是耳不耳心 啊 我天啊 這個不就是婊子在那裡立牌坊 啊 跟跟跟那個 我講這個會被黃 黃標啊 不好意思啊 不要黃標我 這個就就講說 你明明就是出來賣的 啊 大家也都知道你是出來賣的 然後你還在那 站出來 你說 女人要多多手珍多貞節 啊 這個很耳心的有夠假掰的真的是 好啦 但是可能 韋漢哥不太清楚這個IPAC這個組織的背景啊 好 但是他說 索性啊 民眾黨陳昭芝出席的這個IPAC大會啊 然後然後我們能夠 用中華民國台灣的名義 正式加入IPAC成為會員國 啊 我也組一個柳傑克自由會 我歡迎那個中華民國或者是台灣來加入我的這個柳傑克自由會 成為會員國 好不好 好 IPAC也提出了典範決議 認定聯合國2758號並未決定台灣地位 也沒有禁止世界各國與台灣交流往來 好 來 我在講IPAC這個阿薩布魯的這個組織 他憑什麼去決議 來認定聯合國2758號 文的這個決議 好 他哪位啊 我隨便找 中天的小編 我中天的製作人 我的攝影師 他們三個去組個柳傑克自由會 然後去認定 山上優雅今晚要來陪我 那山上優雅今晚就會來陪我嗎 我想真的 你自己 愛怎麼認定就怎麼認定 乾脆做夢 睡一覺夢裡什麼都有 對不對 那 自己 自己開心 爐內高潮就好啦 反正這個世界 客觀現實怎麼樣 你就不用管 好 那 IPAC 這麼這麼厲害 他裡面的這些國會議員這麼厲害 他怎麼不去跟他自己的政府 什麼澳洲的國會議員 什麼英國的國會議員 他怎麼不去跟自己的政府講 要跟我們台灣建交啊 要支持我們台灣加入聯合國啊 不能加入聯合國沒有關係自己就可以跟台灣建交了怎麼不去建 他不去跟 他們國家的國會議員不去跟他們自己的政府 去訴求 去施壓 這麼挺台灣怎麼不去跟自己政府施壓 跑出來 成立一個阿薩布魯的組織 然後來台灣在那裡 演一場戲給大家看 那 自己 自己 結果我們自己還 還去 樂的去當傻子 當然啦 如果 你知道對方是騙子 你還去 陪他去演這場戲 那你也是個騙子 你不知道你就是傻子 然後一起去演 演了好 好開心喔 耶 我又獨立了喔 大家都挺我 我好棒喔 他們真的挺台灣 那他怎麼不讓自己的政府去挺台灣 他出來成立一個阿薩布魯的IPAC 他明 他明年可以再成立另外一個組織啊 對不對 然後再挺台灣阿 就算成立N個組織就挺台灣 然後呢 台灣就可以 更有國際地位了 更棒了嗎 喔 我自己也可以成立一個柳傑克自由會 我也來挺台灣阿 喔 這 有什麼意義呢 他決議 2758號的決議 那他的這個決議 有什麼意義呢 就好像我們柳傑克自由會也決議山上悠亞今晚要陪我阿 喔 那但是我床上還是空的阿 沒有用嘛 這個決議有什麼意義呢 來 那IPAC 最後講啦 IPAC確實反中 但反的其實是不民主 沒人權其實沒有言論自由 哪一天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主了 有人權的有人有言論自由了 自然會跟IPAC理念相合 我有時候就想 這個 偉漢哥到底是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你 可能他不知道IPAC的背景 但是維基一下應該知道 IPAC這個成員 他不是 他就是反中 他根本不是反的是不民主 沒人權 沒有言論自由 他就是在反中 他什麼民主人權言論自由 他的成員什麼印度 什麼甘比亞 什麼盧甘達 有沒有什麼盧甘達 我不知道啦 阿薩布魯的 什麼辛巴威 什麼東西的 他有人權喔 印度有人權喔 甘比亞有自由喔 他們的人 老百姓過得那麼慘 你在跟他講人權自由 你真的覺得IPAC 是在那裡捍衛人權自由 不是在反中 你活在什麼宇宙啊 我的媽呀 這麼明顯是反中 還不是反中 擺明了就是反中 今天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有民主有人權 有自由了 自然會跟IPAC理念相合 拜託 跟IPAC理念相合 是一件很值得稀罕的是嗎 啊 我覺得不要跟IPAC理念相合 比較好啊 跟IPAC理念相合 有什麼了不起的 誰要跟他理念相合啊 他一個這麼虛偽的組織 嘴巴喊人權 會員 找印度進來參加 你 重視個屁股人權啊 誰相信你重視人權啊 你就是反中的組織嘛 啊 而且 你那個GDP2000的 你自由民主有人權 人家GDP一萬多的 不自由不民主 沒人權 你這什麼 跟什麼玩意兒 啊 我真的是看不下去啦 啊 但是可能偉漢哥他不知道這個IPAC的背景啊 好 與其擔心對外不滿而選擇缺席 國民黨更一堪堪IPAC堅持的理念是什麼 民主自由人權支持台灣參與國際 他媽快暈倒了 真的是 我真的是快暈倒了 他拜明就是反中 然後 他組了一個很虛偽的團體 然後自己 自嗨做了一個決定 然後自己爐內高潮 國民黨沒參加 是對的 啊 國民黨沒參加是對的 誰去參加陪你這些詐騙集團去 去去玩這什麼虛偽的遊戲 啊 我講民眾黨 民眾黨自己在那裡 民眾黨也是很GDP 我也不想講 自己在那裡 你明明知道人家是騙子 對方也知道你知道他是騙子 但你還是陪騙子一起去 演這場戲 為什麼 因為你也想要騙 你也有想要騙的人 你不就是想要騙那些小草嗎 擺明了就是這樣 反而在這件事上面 最有原則跟立場 是國民黨 我難得誇獎國民黨 我真的覺得國民黨做得好 這個什麼 IPEC 阿薩布魯團體 有什麼好參加的 他憑什麼去決議聯合國大會的決議啊 今天我 柳傑克群組 我們也可以去決議啊 大家就決議 決議了又怎麼樣 我的群組 我開COIN 4年 3年4年了 我們網友每天都在決議啊 決議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啊 對不對 決議 要武統啊 決議什麼 決議 決議 呃 劉島不留人啊 對不對 很多網友也在決議 劉島不留人啊 然後呢 事情就發生了嘛 當然還有5030也決議啊 大家 一邊一國啊 對不對 大家都可以決議嘛 自己決議自己爐內高潮 那就好 不要真的把這件事當一回事 然後 我們的總統官員 還真的去 覺得自己好棒 就是騙老百姓 騙這些韭菜 可憐的這些韭菜 青鳥 啊 就是在騙他們嘛 那 這個 資深的媒體人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搞什麼鬼 真的是 好啦 所以我就說了這個 IPAC這個東西啊 今天每個人 都可以組任何一個團體 啊 什麼團體都可以組 三個人就可以組一個團體 啊 你的團體要叫183 你的團體要叫5566 你的團體要叫IPAC 你的團體甚至可以叫APAC 好不好 你愛組什麼團體就組什麼團體 你的團體 可以自己設自己的宗旨 自己有自己的決議 對不對 我明天就去組一個團體 啊 好不好 我去找我的鄰居 我的 換鐵好兄弟 我們就組一個團體 我們講這個 柳傑克 最帥 最帥 後援會 好不好 我就組一個這個團體 後援會 中指就是 凡是柳傑克說的 都是對的 是不是 然後後援會 明天就會做一個決議 決議 一三五 山上優雅陪我 二四六 河北彩花陪我 禮拜天 新元節一陪我 明天我就做這個決議 難道我不支持嗎 我當然支持 我好支持這個決議 為什麼不支持 難道 誰不支持 誰就是跟我作對 你怎麼可以不支持這個決議 是不是看不起我留某人 怎麼可以不支持我這個決議 柳傑克最帥後援會的這個決議呢 為什麼不支持 要支持 好不好 好 我想 就算我 我這個這個社區 整個大樓 每個住戶都支持 好不好 山上優雅也不會陪我 河北彩花也不會陪我 新元節一也不會陪我 這個就是現實 好不好 拜託 盧內高潮 這些盧內高潮 可以停止 張開你的眼睛 看看現實世界長什麼樣子 好不好 好 就這樣 好啦 等一下開放 Discord coin 等一下開放Discord coin 好 現在是工商時間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 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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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加入